哇 来,咱们打开礼车,来,你来 卷轴要慢慢打开 这是在浙江博物馆的圣山图 就从这儿开始往后断了 到这儿,这是断开的地方 剩下的就是 无用试卷 全卷大概是七百多公分 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傅春山巨图以傅春江两岸出丘景色为背景 斩卷观览,人随景仪引人入圣 它不是简单地描摹自然的风光 更是作者黄公望精神地诉求与流露 它将羁押了几十年的亡国痛 转换成祭秦山水的豁大 作为宋元时期山水画转型的代表 黄公望更是将山水画从自然形态中解放出来 充分发挥笔墨的审美价值 对后世中国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很震撼 就这样一幅画从元代的执政七年 一直画到执政的十年 我们看这幅画之前 来兄弟姐妹们先来看这个拔 他这个画画了三四年 还没画完 没画完为什么会写个拔呢 然后他这里边就说了 他的诗地无用诗 说师哥你这幅画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你得给我 他说我还没画完呢 他说没画完没关系 你先给我写上 不然以后你去世了 没人承认了 那好吧写上吧 但他自己你甭管是 他是一种预感呢 还是一种灵 他写了一个他说 这幅画日后会有巧取豪夺之事 巧取豪夺是怎么着 明代的初期有个大画家叫沈舟 沈舟是一个特别懂画的人 得到这幅画之后 简直是说如获至宝 这天哪 天下还有这么棒的画 然后因为过了三百多年 这个画就有些损伤了 然后他就找到那个修补画的地方 去修补 结果到那之后 他说了这么两句话 他说这一定是传世之宝 这不得了天下最好的画 这叫获从扣出 他再去拿画的时候不见了 人也跑了画也没了 哎哟 沈舟回家日夜睡不着 太爱这幅画了 然后他就背淋了这幅画 背淋是什么 就完全按照记忆 想象 想象 回忆 竟然画了一幅和这真是 不能说一模一样 差不多的画 这幅画现在 在北京故宫博物园收藏着 很厉害 差不多到了万历年 已经算明朝的末端了 上海有个大画叫 叫董奇昌 他得到了这幅画 这是他镇宅之宝的一幅画 然后他一定要 世世代代传下去 哎 他们家几个孩子 把家里做的翻天覆地的 就把他们家败的 要还债 然后他不得不拿出这幅画 去典当 一个姓吴的也喜欢画 这个姓吴的人呢 这幅画留了三代 到了吴问清 问清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不在乎 他也真的不在乎 没儿没女 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这幅画 睡觉也放在床边上 吃饭要能看见的地方 然后为这幅画 盖了一个复春堂 很痴迷 对 更一年他要死了 他就把他侄子叫来了 说你给我生起一团火 我要把这幅画烧了 黑道 让他跟我一起走 哎呦 他侄子就没办法 点起一团火 在扔那时间 他看了一眼 这个吴先生 他在他闭眼的时候 就把这画给偷出来了 偷出来的时候就两段 他把两段都分别卖了 再后来呢 这后半部 辗转多少次了 到了台北故宫 那个就留在我们 浙江博物馆 就是黄先生写的这个 巧取豪夺 有没有意思 然后三个更一年 第一次是写这幅画吧 第二次是这幅画烧断了 第三次是决定台北和 这个浙江把这两幅画 合并展出 合并展出 又是更一年 你说是冥冥之中吗 这种命运的注定感 是急剧传奇的 这是一个欠条 但是却有了预言的效果 对 这幅画拥有的人特别多 包括乾隆皇帝 据说啊 这个乾隆皇帝 在继位第十年的时候 争入宫中一幅 复春山居图 第二年啊 又有一幅 复春山居图被争入宫 咱们的乾隆皇帝呢 就认为第一幅是真迹 所以他就把所有自己的提拔呢 全都写在了 这个第一幅画上 但其实呢 第一幅这个 复春山居图不是真迹 这幅画呢 也有了一个别名 叫复春山居图子名卷 它在35岁至89岁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一共54次提拔在这幅画上 满画都是 满画都是 判断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吉尼茨世界记录 就是这幅画是 单人在单画上面 提拔最多的一次 其实也挺珍贵的 你幸亏是乾隆皇帝 说实在的保护了这画 因为他爱画 如果流落在民间 我跟你说 几次逃荒这画就完了 没有了 乾隆皇帝保护了好多画 孩子给你一个任务 他这里边吧 你看一共画了几个人物 这有讲究了 这有一个 桥上有一个 而且你看这么小的人 他画得很生动 又有步伐 又有动作 这边这边在船上 船上有两个 这就三个了吧 再找 这里还有两艘船 钓鱼的 钓鱼的 这个在凉亭的 这边 而且是个女孩 发现没有 女孩 还有这个 有人说这幅画是九个人 有人说是八个人 九个人 在原画当中呢 第九个人其实不那么清晰 但在沈舟贝林当中 那个人是存在的特别清晰的 其实那里有一幅 那个沈舟贝林的画 你靠贝林能画成 对很厉害 这个过桥的 这个好像鲜明啊 嗯 林林你找的那个女子 你看她还在这 那个女子吗 哦 这多了一个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多了一个 这儿多了一个 看咱们刚才在那个 沈舟那幅贝林上 咱们看到了第九个 咱们也尝试在这儿看看 能不能找到 好像是在 在这一边啊 这儿 应该是在这儿 说隐藏在山中 其实黄公望 可能有时候画了 很多自己 看淡了这个世界了 然后就开始去钓鱼 我就在这儿 很清闲 悠哉 看破红尘了 好 好 好